首先,重心不变,扣脚,然后两手平移至额前上方,然后慢慢打开双臂,沉肩坠肘,以肩带肘,以肘带腕,然后呢,慢慢地提起右脚,回收,脚掌落地, 同时,两手臂下抄,身体微微站起,同时左脚尖微翘,这个动作就叫十字手,这个脚的步法一定要看清楚了,这两腿是直的,首先我们来做一下脚的动作,公步,重心不变, 扣脚九十度,扣脚九十度,千万不要不到位,有很多拳友在练的时候,不在乎,一定要在乎这个动作,一,要扣到位, 二呢,慢慢地提起右脚,回收,脚掌落地,重心慢慢移向右脚的同时,身体慢慢站起来,然后左脚尖微翘 这是我们脚的动作,特别要注意这个脚,有一个像翘翘板的动作,要有一个清零的感觉,这个左脚掌落地,重心慢慢地移向右脚,左脚尖抬起,非常的清零, 特别要注意,这个十字手的动作呢,只不过是第一段的段落的结束,而不是整套太极的结束,它是个过渡,所谓太极,就是虚实阴阳要分清,所以我们这个右脚是实的,左脚是虚的,要分清楚, 很多人这个动作,很多人这个动作都站直了,那就不对了,蹲着也不对,上来,是一个段落,但是不能完全地双重,要左脚微躯,这是一种步法了,站回来的时候,开裆部要隔肩宽,不能太窄,也不要太宽, 手的动作,从推掌开始,两手呢,平移,但是稍微略高往上,手指都是斜的往上,不要平的,更不要往外,注意一定要这样,要超过你的额头,千万不要下到这个地方来,这就不对了, 沉肩均均均均均均,然后呢,慢慢地要以肩领肘,以肘领腕下来, 而不是这样掉下来的 沉的 然后呢 到了中间位置的时候 上手臂微微地动 小手臂下垂 转手腕 往下抄起 这样又是一个弧形 然后一合往前送去 一定要特别注意 这个手不要夹尖 不要夹尖 尖夹上去就不对了 松 特别注意上面这里是个圆 到了这里还是个圆 到了下面平滑的 立体的都是个圆 所以整个过程都是一个立体的圆 而不是单纯的平面的圆 很多人就是这样画弧而不注重这个立体感 太极始终是个圆 这个手呢 特别注意 往下按了以后呢 到了这里 以后则要转手腕 往下抄 在这个时候 要离驱 团 往上捧 往前送 这个不是个平面的 它是交叉了以后 往上斜上 是这样的感觉 不要太多 要适当 不要在这个地方 左手在里面 再看我练一遍这个动作 一 扣脚 二 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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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